主委您好 黃偉您好 不好意思喔 因為 今天立法院在外國委員會 發生了讓我 到立法院以來 最難過 也是最痛苦 最憤怒的一天 但是我只要還在立法院一天 我就會做我的工作 那我會盡量克制我自己的情緒 我想把今天重要的問題 跟主委請教 我想前面很多委員 就趙鋒案 熱身案 還有TRF 大家都很關切 那我知道你是一個過去在 財政部 那個時候叫國產區 服務的時候 很多事情你也很有魄力 針對這些案情的追查 主委可不可以跟大家承諾 絕對徹查到底 該辦就辦 該究責就究責 一定是這樣做 您剛上任 我相信所有的委員都願意給你時間 但是我相信你也可以了解 人民已經快要沒有耐心了 這些案子都拖非常久了 涉及到金管會的職責 該做的事情 我們一樣一樣做 我先從第一件事情來 TRF 這是我在財政委員會 第一次上台的時候 質詢的內容 我那時候質詢的問題 非常簡單 為什麼2014年 在這邊做出了非避險的不能用 結果銀行還繼續在賣 你們那時候的答案是 你們都有去查 也有財閥 我又再問了第二輪 第二次我就問 銀行一條龍的經營模式 你們都沒有掌握嗎 我諮詢完了以後 你們到2016年9月12號的時候 又開罰了 平均開罰的金額371萬 我現在要問主委 金管會在開罰 查一條龍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看到偽造變造的財報 有沒有偽造變造的財報 有沒有偽造變造的財報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去做這個金融檢查的時候 有發現有一些銀行 有這種涉及叫推介 然後協助或帶客戶編製財報的問題 有帶客戶編製財報對不對 有發現 有沒有移送檢調 有 移送了幾件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今年5月份 有移送了4件 我後來在玩了 你們9月開罰以前 現在總共移送幾件幾個人 現在講出來 跟委員報告 我們做專案查核之後的話 有移送了4家的銀行 哪4家 這個因為涉及到這個 我們已經移送檢調在這個 今天我們的銀行 在我們的金融市場 公然涉及了去涉及編造假財報的事情 這也是金管會的職責 結果我現在問你你不敢講 哪4家銀行 移送了幾個人 對不起 黃委員 目前案子正在偵辦中 那基本上這個 偵查不公開的事情 偵查不公開那是檢察官那邊的事情 不是這個時候不方便 有沒有發現 偽造了董事會紀錄 也就是根本沒有開董事會 銀行幫他寫好了董事會紀錄 有沒有查到這個事 你剛剛跟我講說4家銀行嘛 然後你說你不方便講哪4家銀行 沒有關係啊 我從今天開始 只要我還待在立法院 我一件一件文書掉出來 你們敢包屁試試看 我跟黃委員報告 你這些事實我會再詳細來查 來請 沒有主委你先站旁邊沒關係啊 負責的同仁是哪一位 是檢察局局長嗎 還是銀行局的 我們有去做專案檢查 所以有發現剛才有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發現有4個 沒有我現在就問你嘛 你涉及到假照文書 你移送的是只有偽造財報 還是偽造董事會紀錄也有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財報了 所以我手上拿到的偽造董事會紀錄 你沒有嘛 我們通常是那個 因為董事會都是個知識的紀錄 好沒有關係啊 我現在直接跟你講 偽造董事會紀錄 我也大大大的跟你講 安泰銀行 我會後資料會給你們 去查 在不在那個查核的範圍當中 我現在要問一個更嚴肅的問題喔 這麼多財報 董事會紀錄都是假的 你們上一次財罰 罰的金額來回答 你們金額計算的基準是什麼 是過去這段期間 統包 我只要有發現 我不管 你違反了幾次 假報了幾次財報 我統包的罰一次 還是一行為一罰 一行為一罰沒有 沒有雙重處罰的問題喔 我上次看你們最高罰的金額是多少 600萬 600萬你罰了幾個行為 幾個人幾個行為 你罰600萬 因為基本上的話 因為我們是依照檢查報告 送來的個案數 那因為個案數的 來你罰600萬的個案數 是幾個個案 我們在目前現行的法規之下 其實並沒有要求說 並沒有說一定要一件一罰 現行的法規沒有說要一件一罰 我先跟你講最基本的概念阿 不管是行政法法 我們在討論行政法法的時候 一行為一罰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概念阿 你們過去都是什麼 過去都是統包式的 我不管你做了多久 做了多少壞事 我統包式的罰個幾百萬 我簡單問你一個問題阿 賣TRF這種暴利 銀行會擔心你罰600萬嗎 那個我跟方偉報告一下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也許過去都是統包式的處理 那我們會來研究 趙鋒案 美國罰57億 台灣罰1000萬 你知道這57億是怎麼算出來的 沒有申報的違反洗錢 防治規定的 一行為一罰 一行為一罰 去算出來的 結果 我們的金管會 搔養式的侵罰 這不是在縱容銀行是在做什麼 我賣這些東西利潤這麼高 然後同胞式的 做了這麼多假財報 做了這麼多假的董事會紀錄 結果 就這樣統包式罰600萬 你們是執法單位耶 今天法律在你們手上 只有你們有權力開罰 你們這樣開罰的結果 就是在縱容銀行嘛 你要怎麼保護投資大眾 你要怎麼保護金融消費者 你們這種行為看了就是給人家心寒嘛 來再請證交所的董事長 來市董事長請 那個時間不好意思喔 可以比照辦理 稍微給我跨越一點 主席委員好 來 台信通 市董事長 您決定把它關掉嗎 是 120天 燒了4000萬 是不是真的 這是媒體報導 我不太確定 所以我要跟你求證 是的 台信通 就是國際通 證交所的 我們的政府 到底還做了多少這種蠢事 這4000萬的錢是誰的 是證交所的 證交所的錢呢 也就是國家的 來 當初 要設這個台信通 金管會表示的意見是什麼 主委 主委你可能不知道 負責的局長上來講 報告委員 這個是交易所評估 他們覺得可行之後 來跟我們建議 我們也請他們說明多次之後 他們確認 所以你也贊成交易所他們的評估嗎 最後是接受了 對 那這4000萬到底最後誰要買單 這個應該要請交易所 針對他當初的評估是不是確實 來交易所 當初誰做了決定 交易所當初是前任董事長 市董事長 你把這個 燒人民納稅錢 這種糊塗的公司 這個公司設在哪裡 這個公司 公司的是在101的第19樓 101的第19樓 租這麼好的辦公室 沒有關係 一個月的營業額有多少 最高的時候20萬 最低呢 8萬 平均起來呢 我現在在講營業額 數字沒錯吧 我現在討論的不是利潤 是營業額 是 營業額一天8萬到20萬 一個月 一個月 8萬到20萬 是 所以可能比我們路邊 隨便一家小吃店都還低 是 你們一個月成本多少錢 300多萬 300多萬 結果做8萬到20萬的營業額 市董事長 這個決策 當初什麼做的 金管會現在推到證交所去了 那你也是剛上任的 你可不可以承諾 組一個證交所 自己拿報告出來 給全民一個交代 同意 我要特別強調的 要成立這個子公司 當然是證交所的董事會 同意的 然後報主管機關 所以 這個是前任的證交所 的董事會 董事長 決策單位所做出來的一個決策 當時為了台新通 評估之下 台新通會有一個北向的交易 但是因為新加坡交易所 後來變更政策 所以北向 就是由新加坡到台灣下單的這些交易量 通通沒有發生 那只有台灣往新加坡的交易量 所以跟預期不同 以致產生巨額虧損 沒有關係我現在 不好意思 市董事長 我只要兩份報告 一個是證交所的報告 那另外一個 來請金管會主委 當初金管會是怎麼點頭的 你可不可以 提出一個書面說明出來 我去瞭解 你現在接下來要設的其他的公司 會不會發生一樣的狀況 你是新的主委上任 你是新的主委上任 我給你時間 但是你要好好評估 我們花納稅人的錢 一個月 四百多萬 在101道樓養了一堆人 結果營業額八萬到二十幾萬 一百二十天燒掉四千萬 這個事情的責任 一定要追究到底 因為我時間到了 我還要尊重其他委員 再拜託主委 可不可以成功把報告交出來 我了解以後會寫出報告 好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邱太元委員 執行完畢我們去休息 我們請主委還有 保險局的李局長 來保險局李局長 好 謝謝主席還有我們主委局長 那我首先非常敬佩我們主委 很擔當這樣的一個重擔 相信 以主委過去的魄力 來面對